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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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讲的注意 还有现在在中国参加冬季奥运会的很多运动队的中国队的队员 其实都是在外国出生 那么按照中美两国的法律 他们应该放弃了原有的国籍加入到另外一个国家 才能成为那个国家的国家队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也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谷爱玲的国籍问题成为大家去追问的一个焦点 谷爱玲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 一般都是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谷爱玲的说法是 他在美国就是美国人 在中国就是中国人 那么如果下届奥运会在法国举行 他又是哪国人呢 所以关于这些运动员的话题 大家争论的很多也在网上有不同的矛盾 我个人看来其实任何一个人选择自己的国籍是一个自己的个人的自由 比如说很多人移民到美国 为什么移民到美国呢 我想是因为美国有很多东西吸引你 所以你放弃了原来的国籍移民到美国 问题是 今天生活在美国的很多华裔 我真是觉得非常奇怪 我经常怀疑美国政府有一个神秘的部门 他们从中国大陆绑架了很多人过来 强行把绿卡塞给他 强行把美国的国籍塞给他 所以这些人今天生活在美国 讲到美国恨得咬牙切齿 讲到中国觉得向往的不得了 作为一个自由的人 你要选择你自己的国籍 其实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 只要合法 你到哪里移民都可以 那么包括谷爱玲 朱翼也是 无论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还是他父母帮他做的决定 无论是因为他热爱中国 还是中国的资源比较多 其实都是他们个人选择的自由 朱翼在比赛当中摔倒了 然后受到了网民的攻击 很多人都同情他 其实当你做出人生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必须要承担接下来所有的后果 朱翼在比赛当中失误 无论是他的技术有问题 还是他的心情比较紧张 摔倒之后有人骂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据说现在美国媒体也在攻击谷爱玲 说谷爱玲什么忘恩负义 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没有必要 人出生在哪一个国家 是不是由自己选的 但是你要移民到哪一个国家 是你自己选的 不过你这个选择之后 你要承受接下来的一些挑战 当然你也会享受很多资源 这就是每个人的自由 其实冬季奥运会现在争议这么多 我觉得在冬季奥运会上比赛的并不是这些运动员 真正在冬季奥运会竞技的上只有三个人 一个人叫习近平 一个人叫普京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总统拜登 其实冬季奥运会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 都是美 中俄三国在国际格局当中竞争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最近我们知道在乌克兰有很多很多所谓的危机 乌东边界 俄罗斯成兵了十万 据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防部的很多官员说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是大概率的事情 并且很可能在某年某月发生 大家如果有看休节的节目 其实在上个礼拜的节目 在前个礼拜的节目 我们都做出了个结论 俄罗斯跟乌克兰肯定打不起来 普京肯定不会入侵乌克兰 很简单 以今天整个俄罗斯的国民生产种植就是我们通常简称的GDP 只不过相当于中国大陆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 比如说广东 江苏这些 这样一个国家有多少资源能够支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呢 乌克兰在欧洲来说不是个小国家 它的领土非常广阔 如果俄罗斯要想全面占领乌克兰的话 不花个三五年是不可能的 并且即使占领了能不能稳定的统治下去 本身就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当年前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发动了入侵阿富汗的战争 并且陷入了战争遗坛 最终导致苏联经济被拖垮 如果今天俄罗斯敢大规模入侵乌克兰的话 俄罗斯的经济一定会被拖垮 那么普京为什么要在乌克兰边界成兵 为什么要造成这么紧张的局势 我们看普京坐在克里姆林宫发号施令 已经令到美国总统 法国总统 还有德国总理等等这些国家元首忙得不可开交 法国总统的马克龙不远万里飞到了俄罗斯跟普京见面 受到了普京的冷遇 这么多的国家包括这些北约的成员国 都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怕得不得了 而普京气定神闲的发号施令之外 跑了一趟北京冬奥参加了冬奥的开幕式 之前我就讲过 普京为什么要在乌克兰边界造成这种危机 其实这个是一箭三雕的事情 为什么说一箭三雕呢 首先普京这个做法就是要敲诈美国跟北约 不许北约东扩 不许北约把乌克兰跟格鲁吉亚 纳入到北约的成员国当中 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阻止北约的势力 继续靠近俄罗斯 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呢 普京再做给习近平看 我俄罗斯今天的经济总量 我面对整个北约 我把他们搞得团团转 那么中国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在台湾问题上 你为什么还要怕美日印要四国同盟呢 普京再给习近平做了一个榜样 如何对抗这些所谓西方盟国 因为普京看到了西方盟国内部四分五裂 不要说欧盟 关是北约来说 作为一个军事同盟 按道理说 他应该是非常一致的外交立场 但是在对待乌克兰问题 德国首先跟北约 所有成员国的立场不一样 德国连提供武器给乌克兰都不愿意 并且德国严格要求 凡是买过他武器的国家 都不能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跟川普发生的最激烈的矛盾吗 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 要跟普京合作 建一个北溪二号的天然气书系管道 这个管道一建成的话 直接后果就是 欧洲以后大大减少 对美国天然气的依赖 换句话来说 美国的天然气公司做生意做少了 而俄罗斯的天然气 比美国的要便宜 但是这个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 如果一旦建成的话 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达到多少呢 达到40% 如果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北约成员国加入这场战争的话 俄罗斯只要切断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 整个欧洲将会陷入一个能源的危机 欧洲的北部非常寒冷 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话 整个欧洲连过冬都过不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德国不敢跟俄罗斯正面对抗的这个原因 如果要说今天北约所面临的危机 我想就要感谢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了 那么如果我们回想当年川普跟默克尔发生的矛盾 今天你还能说川普反对北溪二号建设是错的吗 这就是普京第二个目的 就是把局做给中国看 让中国在对抗美国的时候更有信心 还有第三个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当俄罗斯为中国做了这么多事情 当俄罗斯在乌东边界造成军事危机 分散了北约跟美国的军事注意力的时候 中国是不是应该感谢俄罗斯呢 所以这次普京到北京去参加东京奥运开幕式 普京可以说心不在焉 无论是参加开幕式的时候 还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都心不在焉 普京只在乎一件事情 能够跟中国签什么样的贸易大单 普京最终很满意 俄罗斯跟中国签署了15项贸易大单 这个15项贸易大单大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从石油来说 俄罗斯就获得了大概是800亿美元的大单 除此之外还有天然气跟小麦 石油 天然气 小麦 这三个产品让大家想起了什么吗 这就是美中之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大家还记得当年川普上任之后到中国访问 回来非常开心 说跟中国签了一个世纪贸易大单 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2500亿 最终2500亿的世纪贸易大单变成了一张废纸 后来美中开始对抗 又川普加了中国货品的关税 经过多轮谈判 美中之间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现在美国国务院美国白宫的贸易代表明确说 中国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只达到了60% 那么60%当然是美国一个不满意的数据 但是在美中之间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货品内容当中 主要就是三个产品石油天然气跟小麦 如果今天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天然气小麦的话 未来中国还会跟美国在这方面有多少贸易可以做呢 所以普京这次在中国签了15项的贸易大单 光是石油就达到了800亿 另外还有天然气 天然气的购买是过去俄罗斯供应给中国总量的 再加了25% 另外还有小麦数字不详 一般外界估计这张大单大概在1200亿到1500亿美元之间 这是普京最想得到的目的 这是一箭三雕当中普京最想得到那只雕 所以普京签完这个贸易大单之后 连晚宴都没有参加 就回到俄罗斯 继续跟北约去周旋乌克兰的问题了 北京冬季奥运会无论有多少争议多少话题 但是从目前来看 整个奥运会的举办还是非常风光的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然享受了这个风光 而普京享受了实际的好处 另外一位参加竞赛的运动员 美国总统拜登又如何呢 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已经犯了不少的错误 比如他之前说过说 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有限度的 那么北约将会陷入一片混乱 拜登除了在外交政策上面临很多困境之外 拜登的内政同样也面临很多困境 在外交政策上除了乌冬的问题 令到拜登焦头烂额 拜登之前说过要把德国的军队调到波兰去 来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威胁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拜登的调兵计划 有了一个微小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他并没有从德国调多少兵到乌克兰去 反而是从美国调了第82空降师的3000名士兵 调到了波兰 拜登为什么在调兵数字上前后不一呢 因为拜登在调兵问题上没有自主权 整个调兵行动是由国防部控制的 所以拜登在这个外交上可以说没有太大的主动权 比如说现在美国正在跟伊朗谈判 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 川普当年退出了受到了民主党广泛的批评 拜登一上台说要加入 美国重新回到伊朗核协议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按道理说川普从哪里退出 美国就从哪里再回去 回到原点就是了 但是现在伊朗态度非常强硬 原点伊朗不接受 伊朗说你要是想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的话 把现在过去未来所有对伊朗的制裁全部解除了 你才有资格回到伊朗核协议 当年川普退出伊朗核协议的时候 伊朗紧张的不得了 一直跟美国说 你必须回到伊朗核协议 不然的话我就去研发原子弹 但是现在拜登说我要回去了 伊朗人说我不欢迎 除非你把过去就是在这个伊朗核协议之前的 对我的制裁全部都解除 我才会回到伊朗核协议 大家知道伊朗自从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 在里根年代 在这个卡特年代就对伊朗进行了这个制裁 如果要把老祖宗留下的制裁都给解除了 美国才能回到伊朗核协议的话 那么对伊朗的核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说北朝鲜 现在据说美国国家图书馆追回了 川普当年在任上的一些行政文件 这个行政文件当中 都是一些外国元首写给川普的信 其中有一封据说是金正恩写给川普的情书 所谓情书就是两个人在书信来往当中 非常的感情热络 当年川普三次见金正恩令到这个北韩 无论怎么说 无论他有没有改变他的国家的制度 但是最起码金正恩停止了导弹的试验 停止了核武器的试验 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北朝鲜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一直的进行导弹试验 并且北朝鲜还声称 他已经成功试验了超音速导弹 北朝鲜为什么在拜登上任才一年 这么快又恢复到过去发射导弹试验核武器的状态呢 一句话还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太过软弱了 拜登的外交政策太过软弱 而内政又如何呢 之前我们讲过了 现在的通货膨胀 现在的疫情已经令到美国民众十分不满 但是拜登最近做了一件事又引起了大家的批评 拜登做件什么事呢 话说在纽约有两位警察在执行过程当中不幸的训辞了 这两位警察在执行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据说是一个家庭发生了纠纷 母子之间发生了冲突 从目前媒体报道的状况看 这个家庭在报警的时候就已经在报警的时候讲过这个内容 说这个母子之间发生冲突呢 只要是儿子在攻击他的妈妈 这个儿子呢有精神病记录 也有暴力攻击的记录 但是他没有枪 警察接到这种所谓家庭纠纷的案件 一般来说不会觉得风险太高 于是两位警察就上门处理 进门之后两位警察马上受到枪击 一位当场就殉职了 一位送到医院抢救之后呢 也不自身亡了 纽约两位警察的殉职啊 在纽约的这个警察队伍当中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两位殉职警察在这个送葬的仪式上啊 居然在纽约有超过一万名警察 参加了这个葬礼 过去我们知道在美国警察受到枪击 警察在执行过程当中殉职 这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媒体对这种凶案一般不做太多的报道 但是我曾经目睹过一个警察的葬礼 可以说附近各个警察局都会有代表来参加 场面是比较盛大的 但是这次在纽约市 有一万多名警察参加了这个警察的葬礼 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纽约如果有一万多名警察参加的话 大概它占了警察总数的大概70%到80%左右 这么多警察参加同袍的葬礼送同袍最后一程 是因为这些警察只是不舍同袍吗 其实不是 以其说警察参加这个同袍的葬礼是表达自己的哀悼 不如说警察在表达自己的愤怒 愤怒什么呢 纽约的治安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纽约是民主党主政的地方 无论是州还是城市都是民主党主政的地方 民主党在整个主政过程当中 推出了很多荒唐的政策 最近纽约市新上任了一位检察官叫布拉格 他有个中文名字叫白爱荣 布拉格检察官上任之后 在纽约更加疯狂的推 这个轻罪不起诉 重罪变轻罪 所以整个纽约市的治安出现了失控 纽约的警察被袭击的案件不断的上升 除此之外 纽约的凶杀案也在不断的上升 我们知道东西有两个民主党的大阵 一个是我们加州 一个是纽约州 这两个地方的治安环境 我想生活在加州的我们深有感受 而纽约的治安环境 跟我们加州一样也在不断的恶化 警察在执法过程当中 得不到有效的资源 警察在执法过程当中 一旦出现了执法的争议 警察往往是陷于一个被动的局面 很有可能被送上法庭 很有可能被裁有罪 那么现在警察面对的环境 就是一方面社会治安不断的恶化 另外一方面民主党人要推什么 削减警察经费 限制警察权力 令到社会治安雪上加霜 这些一万多名警察 来参加同袍的葬礼 其实表达的就是对 民主党荒唐政策的愤怒 拜登在两位殉职警察的葬礼 举行完之后 拜登就到了纽约 拜登到纽约是干什么呢 据说他要去探讨一下 如何改变现在纽约的治安环境 拜登是不会参加两位警察的葬礼 因为警察在民主党的眼里边 是罪恶体制的维护者 殉职的两位警察都是来自南美裔 其中一位是第一代新移民 这些人本来在民主党的口中 是属于弱势群体 是属于他们要帮助的一群人 但是这两位南美裔美国人 一旦变成警察之后 他们就成为了邪恶的象征 纽约州有一位华人的众议员 叫牛玉琳 牛玉琳在看到这么多警察 参加同袍葬礼的时候 他在社交网络上就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怎么看呢 他说这是法西斯的威胁 这些警察想威胁谁 他们想威胁普通的市民吗 警察殉职不是普通市民造成的 警察如果想威胁那些 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犯案的这个罪犯 这一点有错吗 纽约州牛议员的眼里边 警察就是邪恶的代表 这是很多民主党人的看法 所以拜登是不可能参加 这两位警察的葬礼的 这两位警察葬礼举行完第二天 拜登都到了纽约 拜登在去之前 他在他个人推特里边写了一句话 他说够了 我们对这个枪支暴力已经受够了 我们要解决枪支暴力 所以要解决我们美国的治安问题 首先要从禁枪做起 事实真是这样吗 我们要问的是 这是造成两位警察殉职的凶犯 他所使用的那把枪 是合法的枪支吗 在美国很多枪击案发生 但是每一次枪击案发生 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 这些在枪击案当中造成了很多人死亡的枪支 到底是合法枪支还是非法枪支 我们就看纽约这是个案件 如果那个凶犯曾经有过精神病 曾经有过暴力攻击的记录 这种人在美国是买不到枪的 今天在媒体上很多人告诉你说 在美国买枪像买菜一样容易 其实很简单 你生活在加州 如果你是合法的居民 或者是合法的公民的话 你不妨到枪店里边去买一把枪看看 看会不会像买菜一样容易 在加州也好 在纽约也好 买枪都受到严格的控制 最起码法律规定 有严重心理跟精神障碍的人 是不能拥有枪支的 有过任何暴力犯罪记录的人 是不能够拥有枪支的 那么为什么这次枪案当中 那位有着暴力犯罪记录的人 又一次可以拥有枪支呢 这就要讲到美墨边境的 所谓的非法移民的危机 今天很多执法人员告诉我们说 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的危机 导致了大量的毒品流进美国 除了毒品之外还有什么 其实毒品流入美国 只是边境非法移民危机 所带来的犯罪当中的一项 当中还有很多非法的枪支 还有人口返卖问题 其实在美墨边境非常盛行 如果今天在美国改变美国的宪法 民众不可以再拥有枪支的话 合法的枪支 从此就会在美国社会上消失了 非法的枪支会消失吗 当然不会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非法的渠道 让这些在社会上流窜的犯罪分子 可以随时随地的 非常容易的买到枪支 到那个时候合法的民众 没有办法用枪保护自己的安全 而非法的人士 可以拿枪威胁民众的安全 而拜登要到纽约去解决 所谓的治安环境问题 其实很简单 改变民主党荒唐的政策 改变那种轻罪不起诉 重罪变轻罪这样的荒唐政策 纽约市的治安一定就会好转 所以这就是拜登在 如何解决犯罪问题上 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 这个示范是什么呢 说谎 如何说谎偷换概念 因为荒唐的政策 因为对轻罪不起诉 因为在监狱里面 释放了大量的囚犯 令到社会治安出现了恶化 但是拜登却把它演绎成 因为美国宪法 允许民众拥有枪支 所以导致了社会治安的恶化 这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拜登把它偷换概念 拜登执政一年多了 现在关于拜登的民望 还是那么搞笑 很多左派媒体每天都报道说 拜登的这个事情没做好 那个事情没做好 拜登的民望又创了新低 但是这个新低永远是42% 为什么 因为拜登的民望 如果低过川普执政第一年的话 这对民主党 今年的中期选举 是十分不利的 2022年的中期选举 马上就要到了 无论是民主党人 还是共和党人都很忙 现在民主党人 在不断的制造一种气氛 川普是有罪的 比如说国会山庄的 1月6号冲击事件 就是川普指挥策划的 但是问题是 国会1.6调查委员会 调查到今天 还是没有掌握到 川普所谓的犯罪证据 而另外一方面呢 共和党内也发生了公开的决裂 过去的副总统彭斯 跟过去的总统川普 发生了决裂 川普公开批评彭斯 彭斯也公开批评川普 这一切都是因为 2022年中期选举 马上就要到来了 今天我们在美国 面临了很多 我们觉得非常愤怒的现象 包括通货膨胀 我在南加州生活到现在 我来美国这么久 我是第一次看到 南加州最便宜的汽油价格 已经超过了5美元一加论 这种现象还会继续下去吗 我个人觉得 在联邦储备局没有加息之前 恐怕美国的价格 很难有回落的迹象 那么这一定会影响到 2022年中期选举 现在已经很多政治人物 已经为中期选举开始开跑了 我们很多华人的政治人物 也在出来竞选 2022年的 是个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席选举 那么我们南加州核桃市 有一位市议员 准备站出来竞选 今年的国会众议员 那么他为什么要站出来选举 他的竞选纲领是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请来这位南加州的 华人政治人物来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这个时候 他要站出来选国会议员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见